歡迎收看《獨遊軌跡》 下季日本東北之旅 第一站來到山寧縣的山寺 山寺在平安年代由慈國大師所興建 在現實裏面就是神劍阿信的故事的取景地點 在這裏走上去經過超過一千級樓梯 經過根本中堂、人亡門、開山堂等等 建築物就可以到達終點了 現在馬上帶大家去參觀 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 山寺最大的建築物根本中堂 是供奉本村莫祖若師如來 而堂前的布袋尊長 聽說摸下他的肚皮可以照顧 剛才提到的神劍阿信的故事的主角 在劇中曾經來過這裏參拜 劇集阿信的故事的講述主角 橫跨明智大政超和三個年代的奮鬥士 現實上他的原言人物就是和田家津美士直跡 即是八百貫的創辦人 八九十年後曾經進軍全球 包括香港為香港 帶入日本文化和產品 不可惜最後定過財政危機 全線倒閉 山寺原名為寶珠山納石市 建於厲害的八百六十年 由於地靈人月過去曾經吸引 眾多信徒前往參拜 山寺除了看古老的建築 也可以欣賞這些參天巨木 沿路的這些木牌 就是向死者表達祝福和思念的信息 路程大概已經經過了一半 來到山寺另一個值得看的建築物 仁王門 仁王門兩邊由兩尊仁王像把守 傳說裏深存邪念的人 是無法通過仁王門的 那麼不知我稍後 可不可以通過這座仁王門 以當時時代來說 仁王門的木製雕刻和手工 已經相當出色了 首持三陽的廣角鏡 穿越仁王門 將上下左右四個方位 全部攝錄下來 所以帶這支廣角鏡上山 絕對是值回票價的 用這個角度拍下來 仁王門馬上會變成我的木製上框 所餘的街景不多 繼續旅程吧 這支廣角鏡上是最重要的景點 因為慈國大師的圍俠 安放在這裏 開山堂的木製雕刻和手工 亦都是非常精緻 但內部並沒有對外開放 開山堂前面有一條小路 可以稍作休息 亦都勉強可以 符合山營寺一帶的景色 不過這個暫時並非最佳位置 還有當然要欣賞山寺一帶 這麼獨立的圓鞋超壁 然後來到五大堂展望堂 這個地方就是全個山寺 欣賞山營寺一帶最佳位置 周年澳宇山落都是清晰可見 終於見到終點了 右手邊就是日本三大堂主燈籠 然後就是澳之園 隔壁就是大分點 終點環境非常清又 絕對值得跨越1000級樓梯 是想來欣賞和感受的 不過體力稍微回復之後 就要準備下山了 終於走過了1000級樓梯 來到終點澳之園 大概都是用了一個小時多些 不算很辛苦的 所以這個景點其實 我相信是適合大部分人士 好 今次介紹山寺 就去到這裡 下一站有其他東北景點 再和大家分享